中方注意到美韩联合声明涉台的内容 和韩国领导人接受采访时的表态 我想强调的是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绝不允许任何势力插手干涉 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 企图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的台独分裂势力 和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外部干涉势力 才是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我们敦促美韩认清台湾问题的实质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在台湾问题上谨言盛行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